马例医院早前成功做了一宗心脏移植手术 期间用器官护养系统 确保由死者拿出的心脏运送过程维持功能 被医生知道心脏是否适合移植 增加移植成功的机会 近年需要心脏移植的人有增加趋势 去年有54个人沦后换心 但成功移植的只有8个人 心脏难求 但死者捐出的心脏未必每一个都能移植 每年大约有5个私心 因为左心室肥口功能不存 又或者是冠状动物狹窄等问题 属于边缘个案 由于运送过程中 心脏要冷藏会停止跳动 医生未能确定这类心脏在移植之后 能不能重新跳动 所以过往都比较少用 马例医院早前获病人组织 资助大约250万引入器官护养系统 心脏在运送过程保持在摄氏34度 并且持续有血液贯注 令到心脏维持跳动 在心脏里面的冠状动物的血流量 这件事是很重要的 因为如果血管是差 或者收缩 或者肌肉跳得不好 心脏冠状动物的血流量会慢慢下跌 以前完全是不知道的 直到移植完了之后 当移植心脏接受了受体者的血液供应之后 才可以知道心脏跳动和运作是否正常 八成左右的B原心脏 用了OCS之后 是可以进行心脏移植 而30日的存活率去到95% 4月的时候 马利医院用新系统 运送一个死者捐出的心脏 心脏的冠状动物收窄超过一半 最终都成功移植 被一个心脏严重衰竭的50岁女人 成为亚洲手中的同类个案 欧宁局估计 医院满年可以因此 额外做多3至5宗的心脏移植手术 她期望 系统未来能够获得医管局的幸想之助 增加轮后器官移植病人的存活机会 无线电视机社能够获得